金山脚地区的英树田里 工人正在忙碌采摘果实 这时突然杀出一群身作军装的士兵 一番火兵下来 士兵大祸群众 这些恶人们坐不住了 他们调查到了士兵的身份 即是香港 泰国 日本三地国际刑警 独消组织头目之一的加利是个暴脾气 赶烧我的饭碗 我就要你的命 他们开始对此展开调查 金山脚独消组织老大龙出见状 他让加利收手 不要做得太过分 毕竟跟他们这行的 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奈何加利是个硬骨头 他表示自己还没完够 不让整个国际刑警组织解散 他是不会停手的 龙叔爱与加利有三个 想举手反对吗 加利的举动 让大龙们倒吸一口凉气 他们低下头颅 不敢作声 连龙叔也只能默认加利的做法 接下来的日子 三个组和加利继续打击国际刑警 国际警方渐渐意识到了事态的重要性 奈何他们始终调查不到凶手 这时后方处理 天使团队由四位成员组成 领队大卫 惊痛交际 他负责替团队接任务 小帅绰号天使一号 是团队里最权认的主力 塞封号称香港最强打驴 刑警遇害一事 他们利用黑白两道的关系 很快查出刑警遇害 是有金三角毒效和三合组所致 其中为首的就是加利 调查出加利的老巢后 这可悲 而别墅外面 加利从外面办事回来 他立马发现小林不对劫 小林知道身份暴露 他呼叫躲在车里的阿信 阿信持枪想要动手 结果迅速被加利 三人再次杀到别墅 这次天使们打算火力压制 什么重机枪 火箭头 压箱底的东西全都拿了出来 甚至连直升机都出动了 这些小帅 不合阿信上了直升机 小帅和小林 却因加利杀到 为了打听其下落 天使们决定 从其他毒枭下手 小帅很快查到毒枭刷 阿信意识到 自己的颜值 可能深受加利喜欢 他决定和小林一样 使用美色 外枪指着 他一点不慌 缓缓走近了阿信 要不要我走近一点 再让你瞄准一点 毕竟加利的计划很大 对方目标 是香港运往瑞士 价值达30亿美金的金块 天使们商讨一番后 决定分兵行动 小车去拦截运超车 赛风和小林 他们将运超车 推进了土坑 然后倒入水里 将车子掩埋 随着空气越来越稀薄 温度越来越高 只能受队离开 时间来到傍晚 司机已经去世 小帅也快到了极限 这时候 水里被人召开 小帅得以获救 原来是大强 他告诉小帅 用水里掩埋运超车 是加利的计划 为了报上次的恩情 他特意来救小帅 而赛风小林这边 他们来到加利的老机招下来 小林被加利打倒 赛风的伸手过硬 赛风以为加利去世 他准备去扶起小林 不想加利突然起身 执起地上的利器 向赛风捅去 关键时刻 小帅和大卫赶到 随着小帅一声枪响 加利倒地 这位脚乱黑白两刀的女魔头 终于以为 身手动作更是潇洒自如 而大倒游加利 则恰恰相反 她的相貌戴着狠辣 感觉随时会取人性命 看过丽王的人应该都知道 这个女人 动起手来 是多么的可怕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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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